今山來丫火轎 北高槌白映林朗轎 來山的姑娘 今日要出嫁 好 我唱不起來了 來山姑娘 今日要出嫁 那當然是要嫁去渡市 一個年輕人 年輕人的爸爸媽媽 真開心 因為這個年輕人 到現在都娶媽媽 那這個來山姑娘 他們爸爸 更開心 所以我們家的父母 終於有難過了 所以就嫁來到這個堂市裡面 那這個父母的媽媽 出門有交代 你去人家就要去人家家 父母來到這裡 因為呢 辛龍姻阿嬤 辛龍姻阿爸 叫一個有帶過五位媳婦的朵巾 要來做婚人家 辛龍來跟他們家 怕三條 第一條 辛龍有大條 憶老憶子 憶好名聲 不過 我在我們家是阿伯子 還有可能跟你們憶名聲 那辛龍第二條 辛龍帶去婚 要給你們買餐婚 你們是要做餐婚 還要買餐婚 我們都不能做新的 那辛龍 還在第三條 他說 辛龍要去婚 你就要做好事大人 我爸爸有跟我說 叫我來 叫來 就要聽人家的威 就要去人家的家 好 第一天 五點起來 辛龍跟辛龍說 他五點要來煮飯 我爸爸媽媽要吃飯 五點起來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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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是在說結婚喔 媽媽爬起來 阿母也說 你站著要做什麼 阿母 你們早要吃飯 我去煮飯 不過我很愛睡 阿母說 你愛睡 要去睡 阿母真的 阿母我來睡 天真 五點世事 就是這個辛龍 他接到這個家庭 第一個英雄 但是呢 他遇到一個非常體力的 大家跟大冬 第二天 阿嬤有說過 阿嬤也有說過 你要煮麵湯水 給爸爸洗臉 早上爬起來 爸爸你洗臉不會 洗好啊 爸爸你明天等我 等你要做什麼 爸爸 明天早上四點半 嚇人家起來 爸爸你洗好嗎 我快來煮 爸爸洗臉 爸爸洗臉 爸爸說 你怎麼煮麵湯水叫我洗臉 爸爸因為人家說要煮麵湯水 這是傳統的紅袖 爸爸說給我洗臉 阿爸爸要紅包咧 紅包 爸爸說 煮麵湯水要紅包 我來的時候 我家的人說的阿 爸爸去跟家庭 民家庭 女朋友說 跟她的朋友說 我不知道要帶媳婦 要這麼多紅包咧 就這樣 這個辛高娘 來到這個家庭 跟他這個家庭的人 學好之後 慢慢慢慢來挑戰 經過三十年了 經過三十年 這個娶婆 娶媳婦的 大家 和大家 都不在了 到現在都不在了 但是 那個甜甜的 他們湯湯的感覺 還在嘴裡 他的記憶 第一次 他要跟他們的同胞 發作业 大禁堡 拿到一條當醫療 跟十五人的洗腫口 批在醫療裡面 說怎麼樣 來 辛龍你坐牢 你就是要給你做牢 一家基柱你做牢 來 辛龍你坐牢 你們家就是要加結婚 辛龍是有特色的喔 他就跟他講 說 媽媽要出門有九代 今天這個五十年 的祕訣 在這裡都說 給我們大紀會的人知道 媽媽說 當你感到有疑問的時候 要用一句 就是 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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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母學教學的 我今天都蓋你們分用 他就說 你背起來 我要坐那裡 那那個辛龍就說 好啊 要坐給你坐啊 那給你坐啊 原來這句 那句 這麼好可以 只能用三十年 只要你們要買東西的時候 就跟老闆說 我要買那裡 我愛那裡 我愛那裡 我愛吃那裡 所以這個那裡 今天都分量給你們知道 讓你們坐在這裡 沒別來 來 新娘的家庭 以前做一個小小的媳婦 一直做到人的兄弟 到現在是一個家庭的長輩 爸爸媽媽媽沒在那裡 新娘是家庭的 最老的人 是大小 各位 那些新娘就是 三十年前的 我啦 那呢 我感覺呢 在這個家庭當中 沒有大家庭和海 唯一 不斷的縮小自己 才能充分 解決我的目的 一直我的幼稚 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如果 我有 今天有銀河的生修 在我的家庭裡面 可以立場充分的支持 來參加台語演講會 在這裡給大家五六 把這個快樂 在這個秋天的五號 駕駛給你們所有的朋友 在這裡給你們分享 就是因為 我有來自一個 很快樂的家庭 到我家裡的人 不管小姐 小姑 甚至我的孩子 小孫子 大家對我擁護 以上 就是我 簡單簡單 向各位分享的 希望到你們快樂 主持人